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传干子 老佛爷 黄外娘 太好了 黄外娘 皇上 你保重 皇上 被你心冲住了 皇上 皇上 阿望 请 阿望 请 小姐 还有什么恳婚 已见了冯爷 记得要代我向她问好 我知道冯爷那边盆满钵满 什么东西都不缺 可是 这也是我Mom Omar的一份心意 以后望海楼 还要让他多加照应呢 小姐放心 我一定让老人家满意 好 一路小心啊 去吧 小心啊 好 请进啊 易先生你看 这可使不得 来 我来 我来 没事啊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 没事 我来 你看易先生 这花不能浇这么多水 那 那我去那边 我浇哪边 那个花 好的 封爷 我打开给您老看看 看什么看 放这儿吧 好 我替梅娘 谢谢封爷赏脸了 这个欧阳梅娘 她应该知道 我冯某人不是什么人的脸都赏的 是 是 还不是因为你在望海楼吗 封爷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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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的心思 你就是想当望海楼的主人 是不是 封爷真是火眼金睛 都看到我心里去了 所以 所以啊 这件事你才这么上心 那批枪到底是谁买的 今天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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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这么多枪械干什么 谁知道啊 封爷 这笔买卖还做不做 做 为什么不做 还没有我封老强不敢做的事 不过 这笔生意不简单哪 封爷 人家那边催得紧 急等着用货呢 好 好 他越着急咱们越得沉得住气 告诉他 海外的军火涨价了 这批货按照原来的价钱 不行了 咱们要加他一成 人家要是不干呢 催他的便 我卖的又不是生猛海鲜 还怕他烂在穿仓里不成 以兰小姐 韩王还没回来 我们是不是再等一等 不用了 他来过泰勒风 说他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易先生 请 易先生 请吧 坐吧 阿慧 开饭了 今天这是 今天带你不在家 我们吃一顿中国菜 我特地让阿慧从中国餐馆叫了外卖 这都是圆着圆味的 你肯定爱吃 你想得太周到了 这些日子 这些日子 你吃西餐一定吃得没胃口了吧 所以那天我看你在望海楼 吃得那么香 快尝尝 这是虾饺 味道怎么样 你们北方人过年不是都要吃饺子的吗 我们过年吃的是水饺 这虾饺 倒有点像锅贴 锅贴 什么是锅贴啊 和饺子差不多 就是不用水煮在饼盛上 用油煎熟了 再蘸上喇叭醋 喇叭醋是什么东西啊 辣月初八那天 把蒜瓣泡在醋里 一直泡到蒜瓣 变成一片翠绿 蒜的味道 全都浸到醋里 特别的香 我母亲每年冬天都要泡一罐 可以一直吃到春天 北京有句谚语 就是 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凳 意思就是 如果第一年的中秋节 看不到月亮 那来年的元宵节 就一定会下雪 漫天大雪 落地无声 这正是北京人何家 围炉赏雪的时候 吃白糖桂花馅的元宵 和滚烫的豆汁 吃紫童火锅涮羊肉 就着糖蒜 还有锅天沾腊瓣醋 真的那么好吃吗 人间的一切美味 尽在自己的家乡 那是跟童年 孤独融为一体的 没了 一切都没了 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些安慰的 没想到又引起了你的伤感 易先生 你别难过 你要是想吃什么就告诉我 我让阿辉尽量试着给你做 我哪是胃口吃得而难过 我去年秋天离开北京来到香港 样子都能往家里回了 我却还沦落异乡 说了半天 你人在香港 心还留在北京 可是既然你明知道回不去了 又何必这么苦苦折磨自己呢 这些天 我看着你神不守舍的样子 我也很难过 对不起 我扫你心了 其实这半年来 在汉原得到你和汉翁的照顾 实在过意不去 但得有一线之路 也不愿意再这样拖累你们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都说些什么 我又不是要赶你走 我是为你着急 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快乐起来 让我快乐 我已经穷途末路 哪有快乐可言 说了半天还是你自己 你就只想着你自己心里的痛苦 你就不能为我想想吗 为你想想 这半年来 你看见了 我受了多大的打击 受了多少委屈 流了多少眼泪 这你都看见了 汉原不是我的天堂 我的心里比你还苦 现在代帝年纪大了 汉原风雨飘摇 谁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血风和浪在等着我 我心里好害怕 我多希望 能有一副有力的肩膀 让我靠一靠 扶一扶 帮我支撑起来 让我有勇气继续走下去 这些 你都明白吗 所以 我不想看见你愁眉不展的样子 不要难过 把它展开 把它展开好吗 来 好 days 日豪 我要 ��יו 请 请 嗯 先生 李牧师来了 李牧师 下午好 下午好 洛克先生 下午好 李牧师 你好 洛克夫人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侄儿威廉 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 他想到香港来发展 了不起 年轻有为的下一代 您好 李牧师 能够认识你 我感到非常荣幸 小伙子 应该由我来说这句话 韩柯柯家族有这么出色的继承人 连我都有点嫉妒 因为上帝只赐给了我一个女儿 而没有这么一个儿子 我听詹姆斯说 你的女儿也是很优秀的 如果有机会让我们认识认识你的女儿 当然 这是她的荣幸 明牧师能到阿德西尔和我们共进晚餐 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请吧 谢谢 请 怎么这么晚了 寒门还没回来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不会吧 宽叔已经去迎他了 我还是不放心 去看看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 汉翁对我的救命之恩 其实不只是你和我 还有无数的中国人 也曾得到过他 不遗余力的救助 那些奄奄一息的灾民 也永远不会忘记 这位济世救人的鬼子大人 他们把他当成 普渡众生的活菩萨 可是他的国家 他的民族 却欺压着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从隔壮香港九路 到强租新安县 这五十几年来 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可是汉翁却好像 好像什么 好像对此事 视而不见 我认识汉翁 已经半年多了 却从来没有听他 谴责过英国的侵略行径 作为一个英国人 热爱自己的祖国 本来无可非议 可是却因此 连英国的飞扬跋扈 称霸世界也原谅了 在北京的时候 他曾经给皇上 上过一道奏折 他建议 让英国人操纵我们的 攻跨 铁路 军队 甚至入朝为官 掌握政权 他认为这才是解救 我们的唯一出路 你是说 你是说 爹地在帮助英国 侵略中国 也许 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可是你想 如果清政府采用了他的方案 那我们 岂不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 英国人认为 殖民地遍布全世界 是日不落帝国的光荣 弱国应该被灭绝 列等民族 应该归顺优等民族 做亡国之奴 是他们的福祉 所以 新安县的百姓 大可不必抵制香港的拓戒 应该敲锣打鼓 放鞭炮地 去欢迎港府接收 把自己的土地拱手让人 拱手贴耳地 去做顺民 不 大帝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他肯定不会这么说 他是对于拓戒 他跟我们的情感 肯定是不一样的 他又不是政府官员 既代表不了英国 也代表不了香港 大帝不是说过吗 有关政府方面的事 我们这些人 还是不要再争论了 这怎么可能 在北京 我们就有过争论 之后发生的事情 把我们的分歧给掩盖了 后来到了香港 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我尽量比你连表得不快 很多话我都没有说 他似乎也曾经一度 对政局不再像过去那样关心 很少谈论政治 可是最近又有些变化 你也注意到了吗 这也不奇怪 青年圣诞节 我离总督接见了他 报纸上 登了那么醒目的照片 大帝当然是很兴奋 不过当时 他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但又没有说出口 我和汉蒙偏偏见面 但是我感觉到 我们彼此的情感 却渐渐疏了 是吗 有这么严重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这是事实 我还记得汉蒙曾经说过 他要像对待基督那样 去服从总督 敬畏总督 做总督的仆人 把总督的接见 看作无上光荣 可是 在新安县百姓的眼里 总督就是个强盗 他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现在香港脱戒在即 对此 不管是邓伯雄 还是我和你 也包括汉王 都无可回避 而一旦出击这件事 个人情感就难以掩饰了 你这么说 让我感到很害怕 我担心你和爹地 又会吵架 真不敢设想 如果有一天 你要是跟爹地吵翻了 那我该怎么办 汉原的前途又是什么呢 毕先生 我劝你不要再和爹地谈政治 千万不要谈了 就算是为了我 好不好 是爹地回来了 爹地 你可坐回来了 小姐 你不要担心 有我陪着牧师呢 辣汉蒙 还有易先生 谢谢你们这么关心 你不要担心我 爹地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罗克先生约我在他家里吃晚餐 我们边吃边谈 后来谈着谈着 就忘记了时间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让我的女儿等着着急了 让你着急了 是洛克先生请你吃饭 为什么 他是过生日 他是过生日还是 不 是宫事 宫事 你还不相信呢 爹地 当心 你是不是喝醉了 不 没有 我的头脑很清醒 和这种高官一起吃饭 要绝对保持清醒 无论他提出什么问题都要对答如流 不能有丝毫的代码 我怎么敢喝醉 爹地 洛克先生和你谈什么攻势 洛克先生说梁广总督来了电报 关于新界的边界 中国方面希望能够早一些进行谈判 爹地 这政府的攻势你怎么也插手 不是我自己要插手 这是总督的意思 原来这些日子你早出晚归的 是在为政府工作 爹地 请原谅我不是我要刺激你 但是为了要提醒你 我还是要说 难道去年北京之行的教训还不够吗 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中国的事情我可以不管 但是总督交代的任务 我责无旁贷 政治这东西 不管你热衷不热衷都躲不开它 知道吗 埃拉 连我们的坎德布雷大主教都是有女王陛下任命的 何况我这个普普通通的牧师呢 在香港总督是真正的主宰 他掌握着所有人的命运 如果不是罗克先生的推荐 他是不会注意到我的 埃拉 今天在罗克先生家里 我还见到了罗克夫人的侄子 威廉和柯克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 你知道吧 罗克先生的岳父 阿尔弗雷的汉柯克先生 是全港文明的黄金商经纪人 汉柯克家族声名显赫 威廉很像他的祖父 精明能干 风度翩翩 而且很有礼貌 可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谢谢爹地 埃拉 埃拉 你的那个老同学 皮特 好像不再和你来往了 是吗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 不要再提皮特了好吗 皮特 一个建筑师的儿子 就可以看不起我们汉元吗 不 他错了 我们汉元 不会永远默默无闻的 我将亲手擦亮临氏家族的族徽 我要让他看一看 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看一看 爹地 你今天是怎么了 是不是喝多了 走吧 咱们回去吧 林若翰先生 由于你对香港做出的杰出贡献 我仅代表英国王陛下授予你太平绅士的称号 祝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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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督给下 我衷心地感谢你 你是当之无愧的 艾拉 艾拉过来 爹地 爸爸为了你 争得了这份荣誉 你听见了吗 总督说我是当之无愧的 爹地 是当之无愧的 爹地 是当之无愧的 我是当之无愧的 我是当之无愧的 爹地 你昨天回来得很晚 今天就在家休息 别出去了 不 我还有事 刚才已经让阿宽被叫了 你还要出去 是去教堂还是去洛克先生那儿 艾拉 关于这些事情 我想你就不要多问了 牧师 教子已经准备好了 好的 不 你们用餐吧 爹地 不再像过去那样 跟我无话不谈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在场吧 因为你 韩王其实一直想把我当自己人 实际上这有不大可能 我不能自欺欺人 我知道我跟他是越来越远了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 怎么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啊 我和我爹地之间的感情 不会因为你而改变的 哪儿去哪儿去啊 那郡朱弟闲人免禁 是龙仔啊 下来下来下来 你小子好没规矩啊 见到我连个招呼都不打 你们家少爷呢 二掌柜 我家少爷他有事没来 所以让我来问问梅娘小姐 这个 来等会儿 那批货麻烦大了 怎么了 你们得准备 行了行了 梅娘小姐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 龙仔你上来 我有话跟你说 这地我不能卖 这由不得你了 你不卖也得卖 这块地已经兴迟了 蚩老板 这块地我不卖了 我不卖了蚩老板 我求求你 蚩老板 我求求你 蚩老板 这块地我不能卖 我求求你了 蚩老板 你们放开我 我不卖了 这个兔财主 刚开了春 就上门来拜我的信 真是晦气 少爷 我听他这么一讲 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关你什么事 父亲 父亲 老爷 您这身体不舒服 怎么下楼来的 家里的事不让我省心 刚才吵吵嚷嚷的那个人是谁 是大步叛冲的龙耳臣 他是为那十五英亩地皮来的 那块地怎么了 他说乡下人在闹着抗婴宝土 还骂他发国难财 他不敢卖了 父亲放心 我和他已经签了合约 他不卖也得卖 不能反悔了 这我倒不担心 他说乡下人要闹事 他是这样说的 兴安县的那些刁民 不让港府接管新界 正在武刀弄枪 要跟英国人拼命 这些刁民不可忽视 就像当年三元李平英团 就是这样 凭着一股的冲劲 就敢用大刀长矛 跟英国人的羊枪羊炮对打 哪是人家的对手 结果大清割地赔款 把香港也给了英国 哎呀 转眼这件事情 过去都六十年了 眼下香港要唾借 恐怕也不会那么顺利啊 我有个预感 新安县要出大乱子 数不定五十多年前的三元李事件 又要重演呢 那么说这乡下就不太平了 老爷 少爷 我想请几天假 回家去看看去 对了 你不就是新安县人吗 是啊 我家在新安县下村 那 那你就回去 听听风声 不要急着回来 在乡亲们中间走动走动 在家多住些日子 临走从柜上支点钱带上 该花钱的地方要赶出手 都算我的 是是 父亲 正月里生意正火 怎么能放他的价呢 你呀 头脑比你老爹差远了 甚至你连玉堂都不如 人无远律 必有尽忧 去年我一场大病 无力过问家事 没料到你给我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不但没有搬到林若瀚 还把大半个珠宝店的股份 送给了纳赛的女婿 送给了纳赛的女婿 纳赛那个老家伙 他不守信用 我跟你说过 洋人就是洋人 心毒手狠翻脸不认人 对他们要神一样的敬着 贼一样的防着 绝不可打洋人的主意 何况像纳赛这样的人物 他和林若瀚本来是朋友 他们洋人之间好也罢 歹也罢 你差什么手 纳赛那个宋棍 巧舌如簧翻云覆雨 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中 轻则令人破产 重则要人性命 而且他跟警察司没宣利 关系密切 我们得罪不起 那点股份既然归了他 就不可轻言收回 免得白白的撕破情面 又一无所获 而只要你不撤股 珠宝殿还是两家合营 就这么维持着吧 洋克先生 这份文件我已经看过了 又做了一些修改 请你过目 你看看怎么样 很好 谢谢 小姐 锦田的邓少爷派人来了 说是要见义先生 他人在哪儿 他在楼下等着呢 他在楼下 龙仔 易先生 龙仔 龙仔给易先生请安 你来了 林小姐 龙仔给你请安 伯雄呢 他怎么没来 他本来是要亲自来的 可是 因为家里有事脱不开身 所以 你 让我给易先生送一封信 信 君属武兄 去东匆匆一剑 又匆匆而别 百感交集 一言难尽 野害新春 未能造欲败河 盖淫帝与婴一世不两立 绝不再等洋人之宅 第一位 汉原叶飞兄久留之地 已早做抉择 今上缘登节在即 敬请武兄光年设下 与帝畅书情怀 如蒙不弃则兴 帝翘手一网兄长 帝伯雄遁守 知我者 伯雄也 邓先生说什么了 易兰 元宵节快到了 伯雄想请我去他那里做客 你想去吗 我等 汉原已经半年多了 几乎就没出过门 我真想出去走走 再说中国人过节 可以吃得好多好吃的 这不是你的理由吧 你又不是一个 贪图美食的人 吸引你的 恐怕是那一片香情吧 岳氏故乡名 这香情也是人之常情 可景田并不是你的家乡啊 可再怎么说 他也是中国的土地 就当我是探亲坊友吧 难道你忘了 清朝政府正在四处缉拿你 到了那边 随时都有可能被他们抓住的 我怎么能忘了呢 但我也不能 不要紧的 大清的官府做事 从来都是雷声大 有点小 去年啊 在西安县城和九龙寨城 都贴着朝廷的告示 没想到一阵风就过去了 再也没有人提起 现在他们把那片土地也舍了 更是不管不问 义先生 您就放心的跟我走好了 这一路上 我来来回回走了好多次了 也没遇见一个当兵的 再说了 我这还有防备呢 冬仔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都有这般气概 义兰小姐 看来这一路上也不会有这么危险 你放心吧 可是不行 爹地不在家 你不能走 你不是说过 你不会不辞而别吗 要是等到汉翁回来 我就走不了了 请你带我转告汉翁 原谅我不能当面想他告辞 怎么 你现在就要走 今天路途遥远 要及早上路 冬仔 等我一下 我上楼换换衣服就走 好 来 来 来 坐坐坐坐坐坐 谢谢 十二啊 太早了 不早了 坤叔 我们乡 我上楼上楼子 要把南丁的名字写在族谱上 以后就可以分地建丁屋了 今天的晚宴就叫做饮丁酒 我 还有这么多名堂 那你们的正月食物很热闹 对 来 喝水 我这么迫不及待的要离开汉原 是急于去见伯雄呢 还是要摆脱汉翁和乙兰小姐 也许这一走 我就再也不会踏进汉原 从此和他们永别了 我 就这样走了 第一位 汉原燕飞兄久留之地 你早做抉择 走 阿惠 阿宽 快来看看 我的门好像坏了 没有坏 是我所伤的 乙兰小姐 你为什么这样 我不想让你走 乙兰小姐 我们刚才不是说好了吗 谁跟你说好了 是你自己执意要走的 你走了 我怎么办啊 乙兰小姐 你可以多看一点书 汉翁那儿中文书非常多 是值得下功夫去读的 你让我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读书 有什么意思啊 我读书又不是为了去考试 那你可以多花点时间陪陪汉翁 人年纪大了 难免会孤独 他现在忙得很 早出晚归的 根本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他才不孤独呢 孤独的是我 你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答应我不走了 是不是答应我不走了 乙兰小姐 我必须得走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通情理啊 乙兰小姐 不是我不通情理 是伯雄怕盛情难确的 邓伯雄 邓伯雄 为什么邓伯雄约你你就去 我这么千言万语的流 你也留不住 你说 我和邓伯雄到底谁重要 小姐 这不是谁比谁重要的事 也根本无法比 去年冬天 伯雄到汉原的情形 你还记得吧 当时他满怀热情 还带着礼物来见我 我抱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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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